你好 陆大长 你好 请你帮我看看 32年的属猴的 42年属猴的是吧 32年 32年 属猴的 男的女的 男的 她的脑机性的退化很快 哎 不是退化 我告诉你啊 她的脑神经啊 出现紊乱 是小脑不是大脑 听得懂吗 小脑是什么意思呢 小脑就是管你计算东西 明白了吗 大脑是什么呢 大脑就是说 你想问题 小脑是计算 就是 就是你 她现在脑子退算 实际上是 一个记忆力不好 二个记忆力不容易集中 你跟她讲什么 她就很容易忘了什么 而且还会造成 她胆子很小 是的 是的 她都胆子小了 很出名的东西 家里有老虎 胆子也不小的 哈哈 家里有老虎 还不知道啊 你不就是老虎 哈哈哈哈 我是属牛的 没过那个年 哎哎哎哎哎 你怎么不开智慧的 我就说你凶的像老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属牛 是你很厉害 你很有能力 你知道吧 你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能力很强 你老压住她 你压住她的太多了 所以你 我可以我去告诉你 你要给我记住 以后 你要想让她慢慢恢复 第一给她念经 第二 有时候什么事情 不要完全都管她 离她说什么原因 我离她很远 她在中国 我在这里 哈哈 现在吧 嗯 你以为压了她这么多年了 只不过她现在在中国 我已经跟她上了 50多张小房子 50多张 不够了 请罗太阳 帮我看看 她需要多少 好看见 她有一个妈妈 也不知道是 她的妈妈 也不知道是你的妈妈 过世的 有哪个老太太 我的妈妈还在 那她的妈妈 过世的 那是她的妈妈 那是她的妈妈 我描图一下 这个人的样子 给你看她 那 这个前面的柄角 比较短 这个老妈妈 头发往后梳的 眼 眼睛呢 眼睛还蛮大的 瘦瘦的 对 鼻子 鼻子不长 这么的 耳朵都蛮大 蛮精神的 看上去 看上去 小巧玲珑 有可能是 她的妈妈 因为我没见过 就是她妈妈 嗯 我讲到现在 你没见过 我早点讲的 她以为你认识 我见过照片 哦 见过照片 找过了啊 对 她很瘦的 我告诉你啊 现在在你老公身上 我爸爸 我爸爸三上 你刚才问的是谁啊 我爸爸 三二年的猴子 三二年的猴子 嗯 哦 那是她 那是她奶奶 我的奶奶 嗯 嗯 哦 就是她 就是她妈妈呀 是她妈妈呀 对 嗯 啊 啊 要 要 在她的脖子上 要多少张小 所以你老公的脖子压力很大 而且 哇 不是对不起 不是 就是这个老人家 脖子压力很大 这里是整个的酸痛 手臂啊 都要抬不起来 而且我告诉你 她头发掉了很多 对不对啊 嗯 对 哎 留下长 我看看 还需要多少小房子 能改善这种状况呢 她蛮多的 要两百五十张小房子 如果两百五十张 能改 能改 改变一点吗 因为 现在就是 她的记忆退化太厉害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 你让她 每天晚上泡脚 泡脚 哎 这是从外部来治疗 放点酒 然后呢 给她小房子念 两百五十张 然后呢 给她放声 跟观世音菩萨说 请大自大 对观世音菩萨 让我先生的智 智慧 能够充满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会不会讲啊 会讲 我觉得如果你暂时跟她分开 还是好的 她跟你 她这个毛病说不定 就是跟你在一起生的 然后她再回去 听得懂吗 嗯 她跟你在你面前 她更显不出 她有聪明才智 被你压得厉害 不会吧 我对我爸爸很好 我说的是命中压 嗯 好不好啊 请伦长帮我再看一下 八八年属龙的 她的婚姻 她什么时候有那个婚姻 男的女的 女的 八八年属龙的 有过啊 就是有过谈过朋友了 谈过一个 吹了 谈了很长时间 讲都不要讲 八八年属龙的 八八年属龙的 对啊 我不是说她结婚 我说她谈过一个恋爱 是吗 是吗 因为我 我有两个八八年属龙的 一个从来没谈过 我现在问你的就是 哦 你是双胞胎啊 不是双胞胎 两个姐姐 两个小孩都一样大 你现在问的是 八八年属龙的 八八年属龙的 那肯定是你说的这个人 谈过恋爱的 肯定谈过的 那那她下次这个 下次 她的婚姻是人家帮她介绍的 你帮她介绍 下一次再有的话 她的婚姻是人家帮她介绍的 不是自己找的 明白了吗 要多长呢 那个时间 你帮她不停地介绍 好了 不要 好了好了 陆水带帮我看看 我家的波台好不好 有 谢谢 哦 你家的波台挺好 有无散来过 是吧 你家的波台边上 有个窗挺好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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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